去年底發生肺原住民級的背宮 吳明婿因為背負六十公斤的裝備 墜骨身亡 立委田舊警 就與受害家屬出面 要求政府正式背宮問題 由於背宮是登山隊伍中的靈魂人物 高山背宮長背負四五十公斤的中午登山 遠遠超過國際背宮保護組織 認定體重三分之一合格的負重量 在臺灣卻長期不被重視 而且薪資微薄立委痛批 曾因兒子三難兒亡長期關注 臺灣登山安全的杜立方表示 臺灣背宮多餘原住民族人居多 一背就超過四十公斤便是家常便飯 不但超過人體的負荷 不少背宮的膝蓋 或是腰椎早已受傷 若一上天後不加或是突發狀況 山難就會接踵而至 他們的登山能力比我們平地任何人都強 但是他們向導的考證 比試占了四十四十趴 所以如果以原住民來考的話 是絕對過不了 所以第二點 他們對於如果發生山難的時候 必須寫報告 可是報告完之後呢 又接下來帶隊 行政院民會則表示 由於原住民族人最了解臺灣高山的地形和地貌 但登山翔島需要有學分和術科的測驗 比較難通過取得證照 目前國內的高山翔島並未有一個完整的取照機制 也希望能夠辦理原民翔島認證 希望體育署內政部能夠整合取照的機制 在訓練最後要去考證照的時候 這個的確是有很大的一個困擾 所以基本上覺得這個應該是包含體育委會 包含列治部 包含相關的這個部會 我們應該要做一個結合 我們原民會這幾年都有在推 這個所謂的這個訓練 尤其是這個3D翔島 我們覺得這個這個區塊應該是我們原住民 很多的同胞尤其是獵人 很適合的一個工作 那當然是基於整個體制上 目前是還沒有做一個整合 這部體育署全民運動組副組長呂中仁則表示 體育署目前已經訂定山域翔島受證管理辦法 但最快今年8月才會有第一批合格的山域翔島訓練以及受證 記者達尼佛塞禮拜院採訪不到